对吧 感觉你就很想看到这样的图 当然了 最想看的当然是空稿了 观众朋友们也最想看的 就是这些正活了 不过我相信 对于教练来说 他们应该想到了更好的 这两天一再思考 这个全明星 选什么图可以玩好 这个针对呢 而且像刚刚看到的 就是教练已经拿小本本 准备好了 远青今天确实 带了个本子来 想要放点大招了 已经想好选什么图了 想好了 看一下选择到精华东梦 哦 跳台点 我现在唯一想到的是一个跳台 这次被选招的是 风仔和小月 都没有拿机甲 是的 那剩下的几名选手 都是上到了虚勒未来的 双方真是约好的呀 但是这赛车又有点不太一样 小月的话 这一手薰黄怎么说 来自RZG的两名 队友之间的对抗 对 先来看一下起步啊 刚开始的话 架不出来 明星我先冲出来了 风仔跟小月 这个起步的名次 有点靠后 直接一个ECU 窜到了第一 是的 但现在你看看 云海和明明两个人 来自分别的队友 但是 全都脱飘了 只有风仔一个人出来 那小月现在已经叫到第四名的位置啊 但是后绝还有机会把坦士过来 康皇来了 第一是我的都别争 我给你卡位 风仔这边也很稳过来以后落地 直接从内道顶开宁清 这手机甲反而没有占到优势 是啊 那下一个点来到机甲的ECU释放点 那这样感觉两个人会略显孤独 包括风仔啊 也是迅速的被反超 但是现在跟小月的距离还有一点 刚说完一个转向直接反超 但是自己上墙了 弹射上墙 看前面云海 在这个弯道 看似是失误 实则是想要来影响一下 后面的风仔和小月 对 风仔小月很近啊 想象这个弯道在发起过卡位 小月这手弹射过来 还是有点蹭墙 现在明明也上来了 小月落了第六名 是的 毕竟是一辆新黄 不是冰魄 在这边的一个容色 并不是那么的高 但这个弹射路线 还是比较极限的 但这一波大的对抗 几名选手找在一起 开挤了 再看 现在风仔啊 已经是来到第二名 对 已经是一个 比较安全的位置了 这里又受到了 明明的一波干扰 又蹭墙 这边没喷 赶紧空中断掉之后 再开淡气 这个距离 风仔和宁清 但是最后充现的是阿康 这么快吗 阿康 什么意思 我出去以后就一吻到底 什么意思 想告诉我们机甲没有买贵 机甲 我买对了 而不是买贵了 但是对面的机甲 有点买贵了 太对了呀 这一局 康黄展现了自己在2V 第一冲陷率 百分之百的实力啊 不是百分之百 就是这个 Top 1的实力 很高的第一 是的 2V2第一冲陷率 3V3现在也是 胜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 别说2V了 就是我在这种混战当中 我也是可以先冲出来的 这阿康不得上来一个 你机甲买贵了 现在感觉大家都比较低调 而且随着这个比分 越来越接近 大家的这个选择 也越来越严谨了 但是对于这场比赛来说 其实不使用机甲的两名选手 在后半段 大家是比较难受的 因为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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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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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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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